我現在好像是那個 沒電 沒電 駕駛開在光華二路上跟桂林街 112巷口目擊驚悚車禍 車上女乘客尖叫 因為女騎士和一名79歲 騎著腳踏車的阿伯 在路口發生碰撞 快快快 等一下 叫救護車 救護車 等一下 這一撞79歲將姓男子 剛買來的燒肉便當等物品 整個噴飛 女騎士則是往前滑行後 最後才往左邊傾倒 騎士人沒有大礙 事發在2號下午3點左右 女騎士撞飛騎腳踏車的 江姓男子 江姓男子當時頭破血流 傷勢嚴重 送醫後隔天凌晨宣告不治 我給聽到沒用一支那些女兒 對 把那個小駛車 騎腳踏車撞到 然後到那裡都不會燃燒 都不會燃燒 我過人看 在這裡一趟流火 流一支火在那裡 我們是去學法訪問 我就突然去看他 都在那裡頭 來到這個路口可以看到 從支線道出來的機車或腳踏車 都會先停再騎 當地民眾說 這裡車禍頻傳 認為要設紅綠燈 沒有設紅綠燈 沒有紅綠燈 所以市場會翻車車禍就對了 對啊 要設紅綠燈比較好 因為這裡很多老人在出門 因為裡面是菜市 對啊 人家這裡都沒有在看 這裡就這樣 咬下去了 應該是紅綠燈的 設一個紅綠燈會比較安全就對了 雙方均無酒駕情勢 警方表示這個路口 今年以來發生三起車禍 女騎士行進路口沒減速 騎腳踏車的79歲江姓男子 當時騎在支線道 沒有禮讓幹線道 導致車禍發生 雙方沒有酒駕 造則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警方呼籲行進路口減速 才能減少意外發生 東森新聞湯輝恆 在高雄的採訪報導 也發生 謝謝 靜車禍 三起車禍 通地震驚訪 通地震驚訪 通地震驚訪